暑期接近尾声石门实验国中 为教师们办理了一场很不一样的教师研习 因为石门就是风的故乡 教师们来到老梅社区的石门风筝推广协会 参观各式不同的风筝 并且还现场制作风筝体验放飞 暑期接近尾声石门实验国中 为教师们办理了一场很不一样的教师研习 没有跨区外出 而是留在石门走进社区深度的体验社区文化与脉动 而石门是风的故乡 教师们来到老梅社区里的石门风筝推广协会 参观各式不同的风筝 并且现场制作风筝体验放飞 今天很感谢石门实验中学校长 安排心静老师还有所有的老师 来到这个风筝会馆这边 他们来这边的目的就是说 希望让心静老师多了解一下地方特色 那下午也还会有其他的行程 那所以我知道这个行程又就特地过来 那跟心静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特色 景点还有一些美食 例如石门三宝等等 那希望心静老师可以很快的了解我们这边的地方特色 这一场的教师研习别具意义 在这群参访的教师中有不少的老师是这学期的心静教职员 而石门始终精心为老师们规划深度走访石门社区的课程 一方面能够让心静的教师快速的认识工作环境融入在地 再者也能够将石门的文化脉动 透过课程带给学生帮助孩子更加认识家乡 我们带老师到石门七风筝推广协会来进行老师风筝的一个设计彩绘 等一下还有放飞体验的课程 让老师先真能回到学校的时候才能够设计风筝的特色课程 以及带领孩子学习我们实验学校创新的一个 绘石门的一个艺术美感的创作的课程教学 石门七风筝推广协会 那平常我们都对外开放 欢迎各机关团体协校能够跟我们联络 我们是非常欢迎各位来风筝会馆来参访 那我们这边有风筝展示 那有风筝DIY还有风筝现场的一个体验 而且现在目前风筝的各种造型非常非常的多样性 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体验 石门风筝推广协会也期待透过教师的研习课程将风筝文化推广进校园 此外这次老师们体验的活动 风筝导览、风筝制作与风筝放飞等一系列的活动流程 也欢迎机关团体有兴趣能够报名体验 感受乘着石门风翱翔天际的疗愈与乐趣 季晓萍和石门采访报道